我們要開始來介紹威芬了 開始要進入我們大學要學的東西 高中有沒有教過威芬? 沒有嘛對不對 現在才要教新的 應該是你們最興奮的時間要到了 威芬的操作 就牽扯到一些形式上的定義 我們需要把幾個 觀念先把它定義出來 怎麼會一系列的出來 你要盡量的記 這個地方就要靠記憶了 把它的規定 它的條件記下來 OK 就像我們去打個球 我們要知道它的條件 OK 好,第一個 我們介紹一個叫Unit Circle 有個單位大小的圓圈 在複数平面上面的一個圓圈圈 這圓圈圈呢 我們就寫Z的絕對值 就是它的大小 它的Absolute的Value 或者它的Modular就等於1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就類似啊 在空間當中 拿一個半徑的圓圈 畫個圓 對著某個圓形點畫個圓 這樣就可以了 好,但是呢 為了定義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定義以下的東西 Circle In a complex plane 這個複變上面的圓圈 它到底是什麼 它指的是Z-A等於Row 也就是說我們有個複變 X Y的空間 X是指時數軸 Y是指虛數軸 我們有個點 也是複數的點 記住這個A 已經不再是一個常數 一個時數的常數 而是一個複數的常數 假設它在這個地方 A 那麼你就可以在旁邊 畫出一個圓圈 只要它的半徑 Row 這樣子就叫做一個圓圈 那 我們來定義一個 什麼叫Open Circle OK 什麼叫Open Circle 就是指這個Circle的本身 沒有邊界 小魚肉 其實不再是等於肉 它只是小魚肉 假設你有個Circle 它是Closed 那這會是什麼 小於等於肉 這個Circle 這個Disc 一個盤子 它包含了邊界 OK 它的意思是這樣 那什麼叫肉呢 我們說肉啊 就好像它的半徑一樣 但是我們給它一個名稱不一樣 叫做什麼 Neighborhood A這個複數的點 的 近領 的Neighborhood OK 但是Neighborhood是指誰呢 我們曉得A的旁邊被圍住了 你有沒有包含 也就是這個到底是虛線還是實線 虛線代表是一個不包含邊邊的一個盤子 實線是包含邊邊的盤子 那肉指的是什麼 An open An open Circle disk Is called 它指的就是 open a circle disk OK 它沒有包含邊界哦 好 請大家記住 好 現在介紹另外一個名詞叫annular annular也有open跟closed 我們就寫在這邊 open annular 其實沒有什麼畫起來的時候就一點都不值錢啊 你把它叫做donular也可以啊 只是人家要叫做annular 你也沒辦法 它指的就是我在一個地方 圓形點 圓形點 然後呢 對著它畫兩個圓圈圈 圓形點在這邊 這是不是天圈圈 這個叫annular OK annular 假設是open annular 就代表它沒有包含邊界 也就是說 Z減掉A呢 它比較小於外邊界 但是要大於內邊界 但是都不包含它們 所以呢 這個是肉1 這個肉2 OK 那什麼叫closed annular 那當然就是怎麼樣 這邊加個等號 OK 把這幾個寄起來 然後再進一個呢 很無聊的東西 OK 我們呢 X Y 這是個 XY plane 對不對 Z plane 複數的平面 我們把X上面的這個叫做上平面 那幾層是廢話嘛 X下面這個叫做什麼 下平面 Y的右邊叫做什麼 右平面 Y的左邊叫做什麼 叫左平面 OK 但是很好玩呢 都不包含軸 記住喔 上平面有沒有包含X 沒有 下平面有沒有包含X 沒有 右平面有沒有包含Y 沒有 左平面有沒有包含Y 也沒有 OK 請大家把這個概念呢 稍微記起來一下 好 現在呢 開始來定義 跟我們會有關係的東西 Sets in a complex plane OK 負面上面的Sets Sets Sets 中文叫什麼 你們中文叫什麼 集合嗎還是什麼 四個集合 是吧 OK 反正就是一堆東西集在一起就對了 叫做集合也可以 因為我不曉得中文的集合是什麼定義的 我已經忘掉了 OK A point set 就是很多很多點 A collection A collection of Points Infinite Finitely Many 你可以是有限的 或者是無限的 這個叫做集合 的一個set OK 上面包含的是一些點 Alright 這些點 可能是空間當中有意義的點 或者是管它了 反正就是一個點就對了 好 現在來 Open Sets of S Open set of S S 是一個名稱 是一個名稱 假設有個set 你給它的名稱叫做 S 假設它是open的 什麼意思 那為什麼可以叫做一個set 那這幾個點一定彼此有什麼關係 OK If every point of S S裡面的每一個點呢 has has neighborhood Consisting 它包含的是什麼 Consisting of points Consisting entirely of points OK 我們先把 that belongs to to 也就假設你有個點 我的禁令 通通都屬於S 我的禁令通通都屬於S 這個叫做 一個S點集合 而且是一個open的S點集合 OK 所以就想像說 OK 我們好像有好多個點 我們每一個點比如說這個點 的周圍 這個點的周圍 包含住的這幾個點呢 都屬於S even在旁邊的這個點 我包含住的 我包含住的 點都屬於S OK 這個叫做這個open的set of S 這就是這個意思 好 再來一個名稱 connected set of S 就是 if any two of its points can be joined by a broken line of finitely many many stray line stray line segments all of all of who's all of who's points belong to s s 假設有個set 隨便找兩個點 假設這個就是我講的 connected set of S 隨便找兩個點 比如這一點跟這一點 這當中呢 我都可以找到無窮多個線段 直線的線段 所合成的 然後把它連結 到對方去 OK 也就是說要有線的線段 不能到無窮 也就是你總是有辦法連到對方 你不能夠說 沒有辦法連到對方 那就不行了 OK 這個的set 叫做connected set 好 現在給一個很重要的名稱了 什麼叫domain 記住喔 你要是看這個中文 可能這個中文有 很詭異的中文 我不曉得這個domain 應該怎麼翻 因為大家會講個region 這兩個意思就是指一個區域的意思 一個叫domain 一個叫region 兩個有不同的定義 OK 好 它的意思是說一個怎麼樣 and open and connected set ok 所以這個好像什麼 for example 好像個open的disk 假設有個disk 好像這個一樣 上面的每個點 它們不包含邊界 每個點都可以用其他的點 當作跳板連接過去 這個叫做open disk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你可以把它說 我也可以是open的什麼 annuals annuals 好像田田圈一樣 我只要不包含邊界就好了 裡面的每個點呢 任意找兩個點 我都可以找其他的點 當作橋樑 連接到你這邊來 OK 這個叫做dome complement of s 它是 a set of all points of the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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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有的點 什麼樣的點呢 不包含在s裡面的點 ok s之外的點 就叫complement ok complement complement 好 然後來個 close set of s 我們這邊是講open 對不對 這個是close 你怎麼來定一個close set 它是說 if complement is open 假設多餘的 外面的點 假設這個點呢 沒有邊界 那這個邊界就必須在你s上面 那麼這個時候的s就包 就代表它是個close ok ok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個問題了 什麼叫boundary s的boundary point是什麼 boundary代表是 它是一些點 它上面的每一個點呢 every neighborhood 它的近鄰 這裏呢 包含兩種點 它一定包含的 比如說好了我這邊要是有個邊界 它一定包含的 那外面有外面的點嘛 那邊界上面的這個點什麼意思 這個點的近鄰 一定要包含有的點是屬於你的 以及有的點是屬於外面 ok 它一定是這樣 這個才叫做邊界 假設沒有呢 那就沒有了 比如說你要是有一堆點在這邊 旁邊 旁邊有一些點 啊 所有的地方都是外面的點 但這個點 你畫一個近鄰 你發現它包含的點通通都屬於這裡面的s 有沒有包含到外面 沒有 外面呢 隨便畫一個點 畫一個點 它的近鄰呢 包含到的都是屬於外面的 有沒有包含裡面啊 沒有 這個東西有沒有邊界 沒有邊界 了解嗎 ok 想一下看看 邊界就代表好像有個地方有些特殊點 這個點的近鄰可以包含兩邊 好像我這邊有個點 組成了一圈 這個點的近鄰 包含的一些點是在裡面 也包含一些點是在外面 那這個點就叫做邊界 它就這樣定義 知道嗎 ok 那所以呢 我們所有的open set 因為它每個點都要屬於s 它所有的近鄰的點都要屬於s 所以它絕對不包含邊界 它是沒有邊界的一個範圍 ok 記住一下這個 好來 最後一個region 它的名稱也是一個區域 它什麼意思 它的定義就是domain domain是什麼 它只要是connected set open的就叫做domain 這個區域就叫做domain 它是domain 再加上什麼 some all all of its boundary points 它除了這個區域之外 又包含一部分的邊界的點 或者是全部的邊界 也就是這個邊界 到底是不是close的邊界 我們都不知道 可能有個邊界只有一小段 就這樣子而已 ok 那麼那個叫做region 好我們把這幾個名詞 稍稍微記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嘛 對不對 這邊要記的就只是記說 circle就是圓 annulus就是天天圈 open就不包含邊界 close就代表包含邊界 就這樣子而已 ok 還有上平面 下平面 左平面 右平面 好 現在呢 我們既然要講微分 最重要我們要介紹一個function 我們知道實數函數是什麼意思 那複數函數呢 我們要是在以前 我們就說 我們有個一維空間 比如說一個x 我們就定義一個函數叫做f的 叫做f of x 好像這樣子 這個叫f of x 對不對 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 x0 有對應的f of x x1 有對應的f of x1 對不對 假如說是兩維的呢 二維的呢 比如說我畫一個 我畫成對裡面 好吧 假設一個二維空間組成一個平面 這平面是這樣子的一個平面 ok 你可以這樣子延伸過 那我可不可以定義一個叫做f of x k 這個點對應起來的可能是這一邊这个點 這個點對應起來的可能是這一邊這個點 這個點對應起來的可能是這一邊這個點 所以它的投影呢好像是在這邊 Ok 那就代表说 我这个点 它在这边的表现呢 就是F的 比如说这个点是X0 Y0 那么它函数呢 就是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一点呢 叫做X1Y1 那这个函数呢 就代表X1Y1 对不对 这个讲起来也没什么 以前不就是这样子吗 OK 那我们现在呢 有点类似下面这个状况 我们有一个怎么样 我们来定义一个complex function OK 有个set of complex 它是由complex number所组成的一个set 也就是它是在 负数平面上面的很多个点 一个函数FZ 我们就定义为 一个function of F Define on S 在S上面呢 定义出来的一个函数 那么就好像我们在个XY平面上面的一个轨迹 每个轨迹上定义出一个函数出来一样 OK 定义出一个函数 那就相当于说我把XY X0Y0这个点呢 我把它套到这个函数里面去把它定义成它 asign成它 OK 比如说呢 这边呢 是台湾馆 哦哦哦哦这个函数就代表你进去可以看得到4D的这个动画 好漂亮 对不对 好这个呢 到了这边是英国馆 它就把它定义成了 哇你一看到就像一个大的普工蜜一样 好漂亮 就类似这个样子的 OK 所以在XY平面上面 在地图上面所看到只是这个点 但这个点所包含的意义呢 就在这栋建筑里面 到这边 哦这个是公厕 OK 到这边是7-11 OK 你就会知道每个点呢 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 由谁来定义 由这个函数来定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一样 OK 所以现在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有个Z空间 它上面的定义的方式就是X加上IY 也就是有X跟Y来画出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这边呢 可以有W W事实上就是Z的函数 但是呢 这个Z的函数所定义的呢 也是一个负数的结果的一个数字 你只是把它转换到那边去而已 既然它是负数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U再加上 U再加上I V 只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函数一定有办法把这个转换成它的时候 这边会跟前面的空间都有相关 对不对 所以假设这边我们可以用X Y定义出一个负变空间 我这边可不可以用U跟V定义出另外一个负变空间 那么我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把Z转换到UV的空间 把Z空间转换到W空间 对不对 就相当于这个样子而已 就好像我们说 哦OK 这个是台湾馆 我们到外面 我们就转换到台湾馆里面的场景 就不是在地图上这一点而已 这个是7-11 转换到7-11 我们就知道 哦我到了7-11 对不对 OK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来表示它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解题目的时候 解状况的时候 有一次可以把很复杂的事情 转换到一个地方看起来就很简单 OK 好 我们来看看 Example Z呢 是X再加上IY 这个是Z空间的 假设我们一个转换 转换过去呢 FZ啊 它是什么一个函数呢 是Z平方再加上3Z 比如说这样 那这个什么意思 转换过去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等于Z平方 再加上3Z 我们来算一下 Z平方不就是它的平方吗 它可以变成什么 这边可以变成 X平方减掉Y平方 再加上I乘上两倍的XY 再加上3X 再加上I3Y 把XY重整一下 X平方减掉Y平方 再加上3X 再加上I乘上2XY 再加上3Y 它是不是就转换成这样子了 我把前面这个叫做定义成UXY 后面这个定义成V的XY 那我们就知道 转换过去之后 U是变成什么 Y是变成什么 That's it 就这样子 OK 好 假设有个点 1加上3I 这个点转换过去 变成在UV空间上面的哪一个点呢 也就是说我在XY坐标上面 X等于1 Y等于3 这个点 1 3 转换过去之后 会变成在UV空间上面的哪个点 我们就算算看吧 X等于1Y等于3 X等于1 X平方等于1 减掉3的平方9 变成-8 再加上3 -5 加上I乘上什么 两倍的XY X等于1Y等于3 1乘3等于3 3乘3等于6 6再加上9 对吧 15 所以它是-5 跟15 转换到怎么样 它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等于说它把你从一个地方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好啊 各位呢 要是有空的时候 拿一个 你们有没有去那个什么 一定有看过 到游乐场都有那个哈哈哈哈镜 有没有 有的可以让你看起来变得很苗条 对不对 有的让你看起来变得很胖 有的它是糊状的 哇你整个人形状都变了 也就是你本来你是这个样子 但转换到镜子里面那个空间呢 你形状就变了 就变了另外一种人了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个样的意思 那在我们实际的状况里面呢 有些事会很复杂 比如说呢 我要是说这边有一个导电的球体 带电的球体 这边有个接地的平板 请问一下电位怎么分布 哇这算死掉了 但我可以透过找到一个方程式 我把它转换过去 它变成平行板电容器 你告诉我好不好解 那臂子已经都解出来了 对不对 那假设可以这样 我解完我再把它转换回来就好 那不是很棒 只要它吻合某些特性 我的物理特性可以保存 那就可以了 假设有个几何形状 在这个空间看起来很麻烦 我们能够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就很好 我记得小时候呢 我们有在用钢笔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游戏 它怎么游戏呢 它这边会画出一些图案 你都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图案 你都搞不清楚 然后这边有个圆圈圈 你只要把你的钢笔呢 的盖子套在这边 从钢笔盖子的反射 来看它 形状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Mapping 这个我们称之为Mapping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没有想到它也很好用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 好有了这个 我们就定义完什么叫Function 我们现在开始要来讲 什么叫微分 要讲微分之前 一定要讲什么叫Limit 对不对 Limit 这是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Continuous 所以呢 这些我们要稍微的定义一下 定义完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设定的方式 我们的定义的方式 能够跟我们以前 所有的认知都一样 所有的操作都一样 那这样才方便 OK OK我们来看看 Limit 什么叫做Limit 假设我们写一个Limit Z趋近一到Z0的时候 FZ 等于L OK 这个L是什么 A value A value A complex value 一个负数的值 OK 那Z 就是XY Z空间上面的一个点 你Approach到Z0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变成L OK 那这是什么意思 If F Is def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Z0 OK 它指的是Z0旁边的净铃 到底有没有包含Z0那点 我们不知道 它可以包含 可以不包含 对不对 看状况 它的净铃 OK 也就是说 它在Z0的净铃是有意义的 Y是有意义的 它没有意义那就麻烦了 OK 然后再加上怎么样 然后再加上怎么样 The value of F are close to L 而且在这些净铃上面 每一个点的值 非常非常的靠近 任何一个靠近Z0的点 的值都非常靠近它 OK 好 以数学的眼光来讲 以数学的术语来讲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Find a point Find a 正值 positive value real as the delta such that 使得怎么样 for all Z不等于Z0的点 in the disk 在一个范围里面 什么范围呢 Z减到Z0 小于 delta的这个 范围里面 因为你要非常靠近它嘛 而且呢 这个要很小才叫做静铃 这个很大就不叫做静铃 所以 但是 一定是半径是 等于正的实数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we have 你就可以发现了 F Z 任何一点F的值 减掉L呢 它一定要小于 某个很小的数目 一个positive real delta跟f 都要很小 它指的 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OK 所以呢 我们以前啊 我们就在说 假如说 我有一条曲线是这样子 我也可以 有一条曲线是这样 假设一尾 那我就说 我可以从这个地方 一直approach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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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地方 那么 我limit x0 limit fx 趋近于x0 从我这边 趋近于x0 的值 是等于这边的值 等于这个 OK 虽然说 你知道这个值 事实上是在这边 而不是在这边 那你可以limit 从这边 approach 过去 或者 你从这一段 limit approach 过来 非常非常 靠近x0 的时候呢 它的limit 的值呢 是上面这个 L 对不对 以前可以这样看 但它现在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approach的方面 要从所有的方向 approach 所有的方向 approach 像说我们以前 要是这样子写 我可以说 limit 有左边界 左极限 跟右极限 可以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要求 各个方向 approach 过去都一样 OK 都一样 记述一下 这个的差别 就可以了 那什么就是 continuity呢 假设有个函数 你说它是连续的 在z0是连续的 你怎么知道 它z0是连续的 if 只有在一个 状态下面 你可以讲 当你把approach 到z0的时候 这个是它的limit 当然是等于L 但更重要了 它就等于0的 z点的字 这个才叫做连续 它没有跳动 OK 所以说假设fz 它在一个抖面里面 是连续的 那么就代表 它在抖面里面 每一个点 都是连续的 OK 就好像 就好像 我这条线一样 在这个地方 全部都是连续 比如说我 limit这一点 的数字 等于什么 就是这一点的数字 OK 那这个时候 它全部都是连续 所以就变成说 一个东西 有没有断开来 我们用数学来表示实 我们就用limitation 来表示实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现在 就来看 什么叫做微分 你发觉 它的定义 跟微细分的定义 完全一样 derivative 假设有个函数 它的微分 在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的微分 我们怎么定义它呢 它就 你把它呢 移到这一点的旁边一点 剪掉这一点 除以 宽度 然后呢 你像limit 这个移到旁边的 这个呢 趋近一点 这个就叫做微分 就叫做导函数 对不对 你们叫导函数 你发现这个没有什么吗 这个就是微细分的定义啊 right 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义 OK 或者 假设delta z4点1 z减掉z0 就是它的旁边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可以写成这样 都可以 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 OK 反正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 很多规则啊 就很好办 因为我们的定义方式一样嘛 所以跟以前啊 很多地方都一样 不然你就下去操作一下 就知道了 比如说呢 我一个常数乘上一个f 一个函数 的微分 它会等于什么 这个常数不管 只要对这个函数微分就好了 这个都是以前啊 最简单的 假设两个函数相加 的微分 就等于各自的微分之后再相加 但是两个函数相乘之后再微分 你就不能够两个微分之后再相乘 不行 这个时候圈入就要出现了 前面微分 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 后面微分 对不对 或者是相除的 相除跟相乘一样嘛 你整理一下 它就相当于怎么样 下面的不动的平方 乘上 前面 下面的不动 微分后面 剪掉 上面的不动 微分下面 对不对 以前的这些通通都适用 OK 我们来操作一下 简单的操作一下 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举几个例子 那我们要将微分结束掉 OK 好一个example 假设我们fz呢 它就等于z平方 请问一下 它的微分会等于什么 好 第一个我们知道 f' z根据定义 就limit delta z 趋近于0 fz加上delta z 减掉fz 除以delta z 我们就来操作 这个是定义式 那我们来操作 它是不是就等于 limit delta z 趋近于0 fz是什么 z平方 所以这边是变成 z加上delta z的平方 减掉 z的平方 除以delta z 对不对 完全一样 只是照做 limit delta z 趋近于0 这么会是z的平方 再加上两倍的z 乘上delta z 再加上delta z的平方 减掉z的平方 除以delta z 所以你发觉啊 前面的z平方 跟后面的z平方 刷掉 正面的delta z delta z呢 跟上面这个刷掉 刷掉 这个刷掉 所以你是不是等于 limit delta z 趋近于0的什么 2z 再加上delta z 谁趋近于0 delta z趋近于0 答案等于2z 你发觉 哎呦 这个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x平方的微分 fx 它的微分等于什么 2x啊 它是不是一样 来 所以x的n次方 微分会等于什么 n 乘上x的n 减一次方 所以同样的 我可不可以问说 z的n次方 的微分 是不是也等于n 乘上z的n减一次方 是不是 请大家回去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ok 好 再算一题 很好玩的 我们有个fz呢 是等于z的compressed conjugate 事实上它就是等于x 管它就是compressed conjugate 我们先这样保留 ok 请问一下 它的 定定多少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定义式先写了 f'z 是那个limit delta z 趋近于0 fz 加上delta z 减掉fz 除以delta z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那现在 好 我们继续来 fz 是什么意思 你等于说z加上delta z 代表这边 是不是变成z加上delta z的compressed conjugate 减掉fz 减掉fz z的compressed conjugate 除以delta z 来 到这边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问题啊 什么叫z加delta z的compressed conjugate 要是平方还比较好做 对不对 z我知道什么 z是什么 x加上iy 这我知道 delta z是什么 你要怎么写 是不是delta x 再加上idelta y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相加 z加上delta z 就照样相加嘛 x再加上delta x 再加上i y加上delta y 对不对 所以 它的compressed conjugate 不就等于x再加上delta x 减掉i y加上delta y 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还不错 还可以算 我们继续下来 所以会点limit delta z 趋近于零 那上面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x 再加上delta x 减掉 i y 加上delta y 这个是前面的 减掉 z的 z 的compressed conjugate 就是x 减掉 i y 除以 delta z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下来 那我们这个一弄的时候 它会变成 这边有x 减掉 i y 这边有x 减 i y 刚好两个消掉 所以只剩下delta x 减掉 i delta y 除以 delta x 加上 i delta y 好 现在有个问题 什么叫delta z 趋近于零 delta z 在这边 它趋近于零 是什么意思 当然delta x 要趋近于零 delta y 要趋近于零 但是你怎么做 上面这个东西呢 是要同时 同步 趋近于零 还是可以先让一个 趋近于零 然后另外一个 再趋近于零 对吧 但是假设你回到我们刚刚的定义上面去看 它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我的limitation 就是说不管你靠什么方向逼近 各个方向逼近 我都可以求得到它的limit 这个才就有意义的limit 你可以从这边逼近 等于五 那边逼近 等于六 可以吗 不行的 通通都要一样 那我们看看怎么逼近 那么我要是这样来看 我上面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 z加上delta z 另外一个点 z 我要将delta z趋近于零 是不是要将z加delta z趋近于到z 现在你怎么走 我可不可以直直地走下来 可以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走 再这样子走 一定可以啊 可不可以这样子走 再这样子走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将第一个 叫做route 1 这边叫第二个程序 我们两个走走看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路径 我们要怎么做 我先把 这个 移到下面来 就是说 这边比较delta y 我让delta y 变成零 对不对 就现在把它移下来嘛 所以我是不是一开始 先将delta y 逼近到零 OK delta y逼近到零 会发生什么事情 delta y逼近到零 是不是这两项通了等于零 只剩下delta x 除以delta x 对不对 那不是消掉了吗 变成什么 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单单做这件事情 只是把它移到下面来而已 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候的 limit 这个时候的delta x 减掉i delta y 除以delta x 再加上i delta y 就会逼近到 delta x 除以delta x 就等于1嘛 然后我再让delta x 逼近到零 反正当心等于1跟delta x没关系啦 你有没有毕竟都一样啦 那就是1 是不是 delta x呢 毕竟到零呢 no effect 所以它告诉我们 f plump z 等于 z complete conjugate plump 要等于1 这是这边告诉我们 那假设走第二条路呢 我是不是 本来差x delta x 我现在把它逼近到 delta x 变成零了 那这边会变成什么 本来是delta x 减掉i delta y 除以delta x 再加上i delta y 你把delta x 通通逼近到零 是不是只剩下后面 负的i delta y 除以i delta y 答案等于什么 负1 然后你再把delta y 逼定到零 抱歉没有用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常数了 no effect 所以这个是它告诉你 你用这条路径呢 的微分啦 等于负1 有没有可能一个东西的微分 跟路径有关系 假设根据我们刚刚的定义 它不准这个样子 所以它得到一个矛盾的结果 也就是说 它的微分的数值呢 要看你从哪边逼近过去 不行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complex conjugate z的complex conjugate 没有微分值 而原来 在负变里头 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微分 不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微分 那你就要问 那我怎么知道 哪一个可以微分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可以微分 OK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给大家定义一个东西 什么叫做analytic 什么叫可解析 我们以前就已经学过 什么叫analytic嘛 是不是 以前怎么样定义它 analytic 在那个点上面 可以微分的 就叫做 那个点 它是可以解析的 OK analytic 可以解析性 an analytic function 假设这个函数是可以解析的 OK 代表一件事情 is differentiable in some domain 它在某一些 domain的范围之内呢 它是可以微分的 so that we can do calculus in complex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微积分的概念 用在这个地方了 OK 假设你这个范围里面并不包含的 有些点是不能微分的 除非你把那个点挖掉 就好像anywheels 一个前年圈一样 我可以把没有不能微分的地方 我把它挖掉 它就变成本来是一个范围 对不对 现在变成这边破个洞了 那其他地方通通都可以微分 通通都可以解析的 假设两个地方有问题 我把两个地方挖掉 那其他的地方通通都可以解析 OK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我们要结束了 Homework